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夏建华被抓之後 现在九家明天系的公司 被政府全面接管 台湾有没有企业踩到雷呢 好 我们刚刚来介绍 在今天来今天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国民党特别是议员 李明显 大家好 邀请到前雄三飞弹总工程师张成 大家好 以及财源专家蓝星人献哥 阿观好 大家好 邀请到资认媒体员钟年晃 阿观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康文俊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跟我带你来关心的是 被修正了吗 外船英国准备在亚太部署航舰 中国大使放话说 别和美国结安的盟 据说中国大使气坏了 但英国航母还是决定要去了 不只是美国航母 在那个地方进行军演 现在又和印度联合军演 又和英国联合军演 又和澳洲联合军演 美日奥运要形成 再加上英国已经是五国联盟了 所以现在南海战云密布 康然君 现在不只是战云密布 我用这个所谓的中国驻英大使 刘晓明的说法 他说你英国现在把船只派出去 已经让现在非常紧张的中英关系 叫做雪上加霜 这次就用这种 不是 你现在美国要叫大家来 你讲真的象征性的 你先派个船只来 我觉得OK 你什么不好派 你派伊丽莎白航空母舰 而且不是只派航空母舰 现在是他看他看起来 是整个舰队会过去 所以不是只有航空母舰 自己本身而已 它包含两艘的这个巡防舰 包含两艘的这个所谓的驱逐舰 其实一起会去 那就代表什么 这种就是一种作战的态势 那你今天要摆明的要点要干嘛 好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伊丽莎白航空母舰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事实上 伊丽莎白航空母舰被号称是 英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 为什么这样 它之前也有一款有一些旧型的 结果后来在服役 2017年服役的时候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为什么会用这个战机你知道吗 因为它号称是我的航空母舰 可以让F35B做垂直起降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以它的航空母舰来讲 它过去跟别人设计 有点不太一样式 所有的航空母舰 就是只有一个舰 好 你现在画面上面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它整个甲板上面有两个舰导 这两个舰导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以前大家就同一个舰导的时候 我就是要指挥航空母舰 我也在这个舰导上面 我要指派飞机 我也在这个舰导上面 那时候很容易产生一个 叫做讯号互相干扰 因为你会大家会乱去你知道吗 它采用这种前后舰导的设计 我前面的舰导负责操控航空母舰 可是我的舰队的飞机的调度 我就让后面的那一个 我跟他可以整个飞机的调度 非常非常的快速 这是第一个差别 第二个是你可以看到 航空母舰 也很特别 它既然做垂直起降对不对 可是它的飞行的甲板 居然是用滑跳式的 也就是它原先在设计就是说 如果我的短舱即将飞机 因为战损受到损害的时候 我这个航空母舰 可以立刻让其他的飞机的机种 一样可以在这边起降 所以为什么叫做最先进的航空母舰 好 所以我们来听 中国驻英大使怒了 而且骂说 会让中英关系雪上加霜 事实上过去的经验显示 当美国要开战的时候 都会开始叫他的兄弟们 一起共襄胜举 特别是当英国出发 就代表开战真的有可能 即将一触即发 南海到底有多紧张 身上美国航母 双航母在那个地方已经演练很多次了 对 而且它不只是演练而已 你知道吗 你一般演习的时候说真的 海这么大 你也知道 你到底演习 美军就是高调告诉你 上次不是已经放过一次 而且上次放演习 我跟妳讲最特别的就是 他今天告诉你说 我在夜间我战绩可以起降 那代表是我的飞行员 第一个训练成熟 第二个是我24小时 全站立在这里等 他这一次又再告诉你讲说 我的尼米兹跟我的这个什么雷根号 再继续跟你做第二次 那代表什么 我这一段时间 我不是只跟你秀一次而已 我后面我不断的这两艘船 我根本都没走 我就是在南海这个地方跟你好 而且他现在再挑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像我们在讲说南海地方 大家都会知道 中华民国我们在讲那个地方 我们就讲叫十一段线 老共每次他都自己讲说 我不承认你们什么国际 什么十一段线 我就跟你讲九段线 反正anyway他用他自己的分法 美国这次直接挑这件事 以前大家早就不谈这一个了 大家都当作说 你说厉害的各自表述 美国现在讲说 你现在讲九段线不合法 我要自由航行 所以蓬佩奥直接去骂中国大陆 讲说你们这很粗暴 你们是借入南海 结果你知道中国大陆更狠 中国大陆说不好意思 你们作为域外国家 什么叫域外国家 你美国跟我们远 离这么远 你跑到我们这边来 到底是谁在欺负 好 我们来看双方进行口水战 美国作为域外国家 外界在看南海就要掀起航母大战 其实是这样子 我们都说以前航母难得来一趟南海 难得来个台海都是大事情 现在航母现在变烂大街的大白菜 常驻南海了 航母不是出什么一艘船出来而已 航母一出去绝对是浩浩荡荡 两艘驱洋舰 两艘驱逐舰 四艘攻击潜舰在下面 然后上面一大堆大黄蜂 这是航母的标准配置 结果现在航母我们看到 全部都在南海 7月20号我们这个时候 尼米兹号跟印度海军在哪里 在印度洋这边演习 然后7月7号 雷根号跟日本海军在南海演习 4月的时候日本 日本除了日本之外 澳洲跟美国也在南海演习 所以很清楚 我们常说打架第一件事干嘛 要老人啊 打架除了老兄弟 除了还要老小弟啊 所以现在是打群架的概念吗 打群架 我们刚刚讲五眼联盟 有哪 五眼联盟 美国 澳洲 英国 加拿大 纽西兰 对不对 我光是刚刚就提了多少人 美国是核心嘛 美国人来两艘 对嘛 然后4月14号是不是跟澳洲 在南海演习 澳洲到齐了 澳洲也来了 英国是不是马上就要派来了 英国的航空比较伊丽莎白号 也要来了嘛 对不对 加拿大跟纽西兰呢 加拿大跟美国是一起的 纽西兰跟澳洲是一起 他们基本上是一体的嘛 所以我们过去常说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齐聚南海 那除了五眼联盟之外 日本其实在上个月特别 安倍特别抛出议题说他要修线 他修什么线 修线说 未来日本可以变攻击型的线 他第一个可以发动战争 第二个他可以跟美国以外的国家 交换情报 什么意思 他未来除了跟美国以外 可不可以跟澳洲交换情报 可不可以跟英国交换情报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一过话 那不是五眼联盟 那叫六眼联盟 对不对 然后美国不是现在在印度洋 跟印度联合演习吗 联合演习的过程中 会不会交换军事情报 也会啊 所以现在美国也结合印度 那是不是叫七眼联盟 然后我们台湾是不是特别在关岛 在关岛设一个代表处 说说未来干嘛设代表处 难道是台湾人最近很爱去关岛旅行吗 旅游吗 没有 是因为美军正在有计划 强化整个关岛的战力 那个代表处普遍被解读为 未来做军事情报交换 台湾是不是在这八眼联盟里面 我的意思是 美国过去用五眼联盟 来围堵冷战时候的赎尔 这是一件事情 可是当你现在的敌人变成中国的时候 比当时的赎尔更庞大 当时的全球供应链赎尔没有在里面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 是有一席之地的 而且中国侵略心更强 美国当然落狼 当航空母舰一稍稍来 五眼联盟变六眼联盟 变七眼联盟变八眼联盟 这件事情就是要中国的大包围完 好 要大包围中国 当然中国也有航母 据说003即将要下水了 003大概在2015年 2014年传说中开始建造 我讲一下中国大陆 他们航空母舰的历史 最早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辽宁舰 从我的观点来看 辽宁舰是上一代航空母舰 相对于美国现在十艘主力的 那个黎米兹级航空母舰是上一代的 那刚刚提到它有华耀式起飞等等 那都是上一代的 那003航空母舰是美国朝下一代的航空母舰 在发展 现在的航空母舰有什么特征呢 第一个003航空母舰是 它是从那个在起飞的时候 叫做电磁弹力 现在黎米兹还是蒸汽弹力来起飞的 那在上一代 上一代就是华耀式起飞的 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想华耀式起飞一个舰载机起飞的时候 它的带弹量绝对不多 因为它起飞是重点 那如果说今天不用华耀式起飞 像现在的那个美国航空母舰的话 可以平板起飞的话 那代表它F-15那个大方法 它的带弹量是足够的 那如果说今天可以弹射起飞的话 那表示什么 就是电视弹射起飞 它带弹量可以更高 就代表战力增高 所以现在也听说中国大陆他们所谓歼31 准备要部署在003号 除此之外 看它的模型 他们也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航空母舰要形成一个空中的作战武力 除了舰载机起飞 在空中形成战力之外 有两个东西非常重要 我先讲那个美国 美国为了让F-15大防空号 它起飞的时候 有足够的载弹量 然后可以航程可以延续 他们常常都做好事 先起飞之后马上空中加油 然后在空中形成战力 再往一起去做所谓的战术编队 那如果今天是华耀式起飞 你就不能多 那现在中国大陆海军 它是怕它太重 所以要起飞之后再加油 对 希望再弹量增加 所以起飞再加油 那现在中国大陆并没有所谓的 航母上面的空中加油机 他们是 他们号称他们有的是 殲-15对殲-15加油 殲-15对殲-15加油 是没有战力的 我加油完我自己怎么降落 我怎么起飞 就形成空中战力是有难度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我看到他们在003的模型上面 他们有了空中加油机 这是他们第一个进展 第二个进展 航空母舰如果要打 形成一个空中打击 打击战力向外延伸的时候 绝对不能只靠那个舰导来指挥 因为舰导还是有曲面的 大概100公里到150公里就是极限了 所以通常这是美国都会配一个所谓预警机 带着空中作战团队往前走 那看到003号它开始有所谓的空颈600的预警机 就是翅膀可以折叠起来的 现在开始也看到了 那也就是说大陆常常讲一句话叫超音感美 他们现在003号完全跳过 李米兹级这个等级 一下跳到美国福特级的等级 那如果明年就真的下水了 马上下水了 然后就开始成立战备 那个南海的冲突就起来了 张常常这个画面我们看到什么端倪 好 第一个 这个画面是 好 这个首先他们已经不是华耀式起飞了 这个是代表不是华耀式起飞 那它必须要 它的舰载机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弹动力才能够起飞 那舰载机它本身是重的 所以现在美国航空我们用的方法是 不管是蒸汽式 所以它已经不是华耀式起飞了 那这个图又是 好 那我们注意看这个图上 比较中间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空中预警机 空中预警机 就是一个盘子 在中间舰岛旁边盘子那个位置 有一个飞机上带着一个大盘子 那个空中预警机就是能够带着一个 空中的战斗队伍战斗机群 往远方作战的 第三个在画面上不容易看得出来的 就是他们号称他们开始有电磁弹射 那这部分在我们不管是从美国的卫星征兆 跟我们看到的新闻都看到 他们在山东的地面上 已经在做电磁弹射的实验了 这个都有证据显示 那如果把这个机构放到003上面 那003就可能就具备这个能力 不过 不过 我现在讲的所有东西都是推测 因为那是模型 从模型到真正做出来 到形成站立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好 但这不是推测 是 他们已经驻很多的战机在永兴岛 对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在这段时间 大概有将近七八年到九年的时间 都一直在干嘛 你知道吗 他们在那个南海这个地方 叫做田岛造礁 那本来都是一些小岛的部分 它慢慢就开始抽杀 把它变成一个大岛 其中最著名的是永兴岛 你看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最近因为卫星空拍图 有跑出来 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过去在永兴岛上面 其实建了20几个机堡 那所有的飞机一般来讲 都是会放在机堡里面 可是这一次被拍到的是 它飞机直接排排的 放在什么 放在跑道那个地方给你拍 就你不禁想到之前 美国不是喜欢秀军力的时候 喜欢弄什么大象走路 飞机排一排 它这次也排给你看 它也排给我们看 也排给你看 而且这一次排出来 应该都是它的第四代的战机 就你现在后面背板的战机 好 我们看到就是 这一架一架的 就是像美国过去的大象走路一样 它就排给你看 我就这么多战机 就已经来到了永兴岛 它只差没有说我排完了之后飞上去而已 可是这里面 因为我刚刚讲说 它排出来就是第四代战机 譬如说现在可以分辨的是 大概有所谓的殲-11B的战机 另外还有殲-7的所谓的战轰机 这两架其实殲-11B 在过去有一段时间 藏上我们的新闻 今年二月的时候 传出来讲说老共 它的殲-11B跑过我们海峡中线 甚至跟我们F-16有对峙的情况 我们那时候空军 其实是有否认说什么 我们被它锁定或怎么样 因为那时候讲说 它锁定我们的飞行员或什么的 可是殲-11B 其实外界也会拿跟F-16来相比 因为那是我们现在的主力战机 殲-11它原型其实是苏27战机 老共把它拿去自己国产化了之后 把它做了一些改善 可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它的雷达系统 其实没有那么优 所以过去在做比较 他们自己在做对抗的时候 殲-11B如果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的时候 很容易被人家击落 可是它有一个优点 是因为它具有双发动机 所以它如果到近战的时候 因为它双发动机它的推力比较大 你知道吗 所以它反而在近战的时候 跟F-16A两个可以抗衡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它有所谓的九个武器 它还有兼轰-7 对 那以兼轰-7来讲 兼轰-7跟这个所谓的兼-11B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兼轰-7你看它多一个轰 对不对 所以它是属于轰炸战斗机 那这个其实因为它本身 有九个这个武器的挂点 那比较差别是我们讲战轰-7 通常就是你要嘛就是空对地 那因为它的武器挂点 再加上设计的时候 它反而变成什么 它反而是全方位3D的 所谓的战斗机了 它可以搭载所谓的霹雳的 空对空的飞弹 所以打飞机残斗 我也可以跟你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可以带什么 它可以带阴急的反舰飞弹 所以意思是什么 我如果海上的目标 我一样可以打 另外它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做空对地 所以包含到说 它有反辐射的飞弹 或什么的这些东西 对大家来讲 这个就叫做什么 叫做袖战力 好 中国在袖战力 美国也不是吃素的 我们刚刚先谈航母 接着我们来谈空中战力 中国有歼11 有歼轰7 美国的B1B也去了 这样B1B它是轰炸机 战略轰炸机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它的母 在我们太平洋的话 它的母基地是在关岛 它的航程到南海 是绝对不是问题的 那美国为什么会把 4家的B1B 现在驻扎在关岛呢 配合的前这个月月初 这个所谓双航母演习 美军的双航母演习 我讲一下双航母演习 双航母演习 我看它整个作战的 演习的结构 它是在展现它空军的力量 获得制空权 获得制空权干嘛 当然是要把后面的轰炸机 能够进来做所谓的战略轰炸 轰炸什么 就是南海的几个岛 中国大陆 他们在整个南海的战略 很简单叫做稳扎稳打 稳扎稳打 它根本不管你几段线 也不管 应该讲它很在乎几段线 它根本不管你们到这边 什么自由航行什么的 我就在这几个岛里面 慢慢地填土造岛 越做越大 狡辩岛 对 岛变大岛 对 大家应该知道 除了刚刚讲003之外 中共现在下雪角 是搬到 就在建他们新的 神盾级的驱逐舰 驱逐舰 驱逐舰 从大舰队来讲他们有北方舰队 东方舰队 南方舰队 那分起来大概有六个驱逐舰的战斗群 他们现在大概有24艘神盾级的驱逐舰 按照他们下水角的速度 不久的将来就会有40艘 那个时候他的战力 在南海的战力就大幅提升了 就准备要跟世界开战了 这时候他就说 而这块地方就是我的 我有航母 我有驱逐舰战斗群 那那个时候状况就不一样了 阿冠 我补充一下 我跟你讲 老共其实都知道美国在干嘛 你知道吗 所以他田岛造礁最重要的是干嘛 他在建立他的军事基地 我给各位看 刚刚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永兴岛 对不对 他在上面不是已经搞了机库 把飞机都那里给你拍的 这是在永兴岛的这个位置 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刚刚田岛造礁有三个非常重要 叫做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这个主臂礁 永属礁 跟所谓的美济礁 这三个地方 他其实在三个地方都做了机场 你知道吗 他们的战略其实是这样 我把这南海的地方 我这个三个机场 把它连成一个三角线 然后这个他们的战法叫做三点一线 跟什么 跟永兴岛在一起 意思是什么你知道 你今天炸我没关系 你炸我一个 我还有后面这几个都可以一起用 所以他另外旁边弄了一个所谓的谎岩岛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设机场 可是如果把机场再建设起来 让你跟我我们用这个线画给大家看 还有两个大的三角形 整个南海的制空权 他就是用这个方式 我把礁变成岛之后 我就盖机场 盖完机场 我就派我的军机进驻 以后制空权就是我的 他每一个机场的跑道 都超过三千公尺 多少公尺 三千公尺 三千公尺 到底什么时候要太多呢 各界都在观察 紧接着回到国内的政治焦点 但你来关系的是 苏家全最近好像流年不利 一伙外申出事 一伙儿侄子出事 而这次侄子出事 又扯到了苏家全 我们来看外交部的密件曝光 来控诉苏家全 苏正清涉涂徒力 而苏家全争议 是针对这一起电报 但这一起电报 现在苏家全说 月份星期都兜不楼 认为这根本是胡乱指控 是乌龙爆料 真的是乌龙爆料 真的是胡乱指控吗 我们先来看 到底国民党指控了什么 我们的苏家全跟苏正清 这两位苏氏王朝的掌门人 他们介入国营企业 到底有多深 手伸得有多长 除了张仲杰以外 其他的国营企业 他们如何染指 跟印尼之间 又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我2017年 我没有去过印尼 在2016年 也就是105年的时候 我们去印尼参访 也就是考察 但是在那一个行程里面 不是只有我苏正清一个人 他们里面所陈述的内容 都是不实的指控 而且是刻意的抹黑 好 正好先来讲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 昨天真的是平地一生雷 就我们看到了 游史惠国发院的副院长 还有罗志强国发院的院长 都是国民党的 忽然召开一个记者会 指控非常严厉指控 他指控那个时候的立法院院长 苏嘉全还有那时候立委苏正清 两个人绕过驻印尼代表处的 外交部就在外馆 绕过外馆 牵线国营事业 然后一起跟印尼的高层会晤 他们质疑 这个东西有图利的问题 这件事情 整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确实吓坏了 如果真的有图利的话 真的是大事情 立法院院长 立法委员 而且这立法院院长 现在还是总统府秘书长 然后签国营事业的县 绕过外交部 然后去跟印尼的高层 而且事后还有签下备忘录 等等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国民党 召开完这个记者会之后 平地一声雷 可是雷声大有一点点余点响 为什么 因为丑一了 刚刚就看 马上就丑一 为什么 因为苏正清马上出来 开记者会说 抱歉我2017年根本没有去印尼 这件事情其实很尴尬 因为我不管后面讲的是真还是假 可是你起手是人事实地物 对不对 你时间如果有物的话 或是时间有争议 你的可信度 第一个会把它打成一个问号 第二个我们很期待 他们讲出有图利的部分 因为本职上 如果立法委员或立法院院长 介绍国营事业跟印尼的官员碰面 其实没有问题 关键在哪里什么 图利 有没有图利的事实 对 所以今天大家都在等 如果有图利的事实话 那Bingo了 国民党士气大增 可是一直没有出来 所以这有一点雷声大 雨点小的感觉 好 所以这起事件到底 真相是什么 我们好好来做厘清 第二 刚刚齐俊昊谈到了 为什么人事实地物都不笼呢 所以第一个 文件到底是真是假 时间又怎么回事 我先说一下 这真的说没有图利 真的说不一定公平 你说国民党要办出独立 我们没有司法权 老实讲不太容易 独立是由淑惠指控的 也是罗志强指控的 所以你们至少要有后续的资料 好了 我们一步一步来了 好 我们先来讲 文件到底是真是假 我认为是真的 就说老实讲 我们先讲真或假 如果假设是假的 这爆料就有问题 你内容是错的 我就是乌龙爆料 可是 今天没有看到一个报道 其实昨天都出来了 自由是报 自由是报 你要相信他的可靠性 他说公文内容为真 只是他的日期物散 就是日期什么不对 好 来 公文内容为真 日期只是写错了吗 外交部的官方说法是 他不证实这个公文是真是假 好 我看了这个公文内容 我认为这个公文内容应该 的确是外馆发回来的电报 所以公文是真的 对 那日期有没有可能 日期是不是写错了 日期有没有可能 照昨天自由时报的报道是说 2016写成106 那因为106是2017嘛 他不是106嘛 那他不是2016嘛 所以可能是有所谓的 其实我觉得 这个事情最核心的 就是我们做新闻记者最基本的 你没有去查证 这个外交部要去查证 不 你想我告诉我 我教你查 你现在把手机打开Google 你去查苏振卿 国营事业 印尼访问 其实就可以查到新闻 不是这两天的新闻 不是这两天的新闻 不 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跟你讲2017年 因为这个错误犯得太明显 你如果说是同样2016年 你说我9月 我说到12月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问题是苏嘉全跟苏振卿那一整年 都没有去印尼 那你搞错时间 这个是最基本查证没有错 好 来 那到底是 国民党搞错时间 还是外交部搞错时间 好 我们来看 来 这是住印尼代表处的电报 上面写的日期是106 12月20号 106就是2017年 好 然后电报上面写了一个内容 我们当然来看一下 他说我国因事业似已被若干中介人操控 他指的中介人是不是就是 国民党所指控的 不管是苏嘉全 苏振卿还是高寿涛 企图将我政府相关部会及驻外管 处机制排除在外 各个击破 以遂个别私利 这是不是我们注意力代表处的电报 如果是 那为什么这么写 这个的确 因为你注意看这个时间 106年12月20号 是现任的驻印尼代表 陈忠上任的第四天 他的前任叫做张良任 张良任是做到12月15号卸任 陈忠是12月16号上任 所以他上任第四天发这个电报 好 我们现在 所以这是发文日期 并不是苏嘉全或苏振卿去印尼的日期 对 发文日期 国民党你爆料你要搞清楚 这个是发文日期 发文日期是2017年 不是事件日期 事件内容 事件 这是事件内容 但事件日期你们没有搞对 而且明显 这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字 提到苏嘉全或苏振卿 OK 好 你说有署惠 罗志强他们有去查证 认为苏嘉全跟苏振卿 涉嫌重大好了 那你应该提供相关的资料给大家 你记者会上没有提供相关资料 他就去指控苏嘉全跟苏振卿 我觉得证据不太够 所以关键就是在 若干中间人到底是谁 这个若干中间人 国民党有没有证据 另外 图谋个别私利 那又是谁的个别私利 又是什么私利 这个国民党也要查起 但是刚刚其实谈到了 到底2017年国民党所指控的 那个时间点有没有出国呢 他去2017年 至少2017年 1 2 3 4 5 5次出国 去了福岡 去了日本 去了琉球 去了琉球 去了吉隆坡 没去印尼 我就说要误期 日期误散 是不是2016 你跟我说2017 他要出是2016的 我补充一下 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质 我如果讲错 明贤哥指证 本质是有一个生意人 就是人力中间公司 安排民进党政治人物 绕过外馆 去跟印尼的政治人物碰面 就那么简单 这就是第二个我们要讨论 为什么有若干中间人 那我举例 那有没有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透过生意人安排 去见中国的政治人物 也有 所以 但我倒觉得这是桥规桥路归路 我们就今天讲这件事 关键是下一个 国民党有不代表民进党也可以有 关键是下一个后 有没有图例 懂吗 本质的来说 那我们还是要先讨论 那为什么如果它是一个 正式的访问行程 又为什么跳过外交部 跳过代表处 让代表处很不爽说 若干中间人在操控 那这个中间人是不是就是 国民党所指控的高手涛 那为什么跳过 这么多我们驻外的人员 而要透过一个民间企业的 高手涛来安排呢 其实这样讲 这种情况 这绝对不会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那看起来我们的外交单位很不爽 那些外交单位的人也很不爽 外交单位不爽是一定的 可是我想请问驻印尼代表处 你们有没有本事安排苏家群 或苏正亲见到印尼的副总统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外交部太弱了 不是 也不是 他做不到 所以只好让民间企业来做吗 没帮交国家有时候用民间企业的身份去做 会比正式的外馆来得方便 这个在台湾的外交 我想明显很清楚 你以前找多少的 很多这样的案例 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 韩国瑜2019年2月去新加坡访问 他那是去了新加坡 去了马来西亚 推销农产品 那很多行程也都不是外交部安排的 是当地的台商 或是当地的商人 或是我们的侨民 非常热心的希望帮韩国瑜来安排一些 看能不能见到新加坡的 相关比较高层的政要 那你安排我认为没有问题 问题重点是刚刚正昊讲的 我今天我是一个生意人 我安排你院长去跟政要见面 那我的目的是不是 为了我要谋取我的私利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安排没有问题 问题在我们再回到 刚刚那一封电文 安排没有问题 问题是我们的外馆写了 被若干中间的操控 以税个别私利 安排没有问题 但是安排是为了 以税个别私利 当然有问题 但重点是 国民党有什么证据说 若干中间人是高寿涛 而以税个别私利是 苏家全和苏正清呢 你有什么证据呢 第一个高寿涛 他有三间公司 当然有一间是因为 他的人力仲介的部分 他这个确实有他的正义在 而且老讲 他2016跟2017来台湾 那一半 短短三个月 进出苏家全两次关键 这真的很少见 而且他进出苏家全的关键 还放在他的庆元 其中一家公司的官网里面 哒啦啦就放在那里 这老讲有点 政商关系很好 第二个阿晃讲了说 那我问你 高寿涛既然是做人力仲介 所以我们台湾的许多的印尼人力引进 也就是外劳的引进 是透过高寿涛吗 不一定啊 不一定 那它是其中的一家公司吗 会有瓜田里下的嫌疑啦 但他有没有经手 他毕竟他的很大一部分在印尼嘛 而且我刚刚讲 也就是你们没有掌控到 到底他有没有经手这些 印尼外劳 进到台湾的证据 这个我们当然抛出一个银子出来 让检料去查 我就让检料去查 可以顺腾摸瓜 摸出很重要 而且明显你们要抛影子 让检料去查OK 可是你昨天的记者会 是很明确的指控 苏嘉全跟苏正清 我不是说这两个人 你不能指控他 你当然可以检验他 他也应该接受检验 可是你要检验 总要有一点点证据 连编都摸不到 这不是编 因为那个编是根据 外交部那个官文 对我阿关讲 如果跟中间人跟私立 我再这么讲 高寿涛 因为苏嘉全访问印尼之后 一般医立保院长处理 好 不管工或私 或以私人身份去 外管完全都不晓得 结果是高寿涛又跟他接去 我觉得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第二个高寿涛 当然引进 我说引进很多 印尼的高官 譬如说他有引进说 现任总统 现任总统的最高顾问 横左上将来 可是他还引进了 现任总统的政敌来 我举例一个 MNC的他的现任总裁 印尼大亨 也是川普的好朋友陈敏利 这阿关可能知道 陈敏利在印尼在干嘛 卖豪宅 MNC多担 结果你知道 陈敏利就当初跟印尼现任总统 出来竞争了 结果你一下子找现任总统的朋友来 一下子又找现任总统的政敌来 我这不会抓光 所以高寿涛蛮够立的 外交本来就要两个人 找到的人都蛮大胃的 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还是为了国家利益 这个要分清楚 所以我说要查清楚 而且苏嘉全去印尼 外管不是不知道 外管知道 外管有去接机 有去机场接他 要用手机这样吗 但是苏嘉全说 因为这个事情是我私人的行程 所以不需要麻烦外管 我觉得这件事情查清楚很简单 有两个管道 第一个 现在该提告去提告 第二个 国民党也有外交委员会的招委 可以调阅 对 不用调阅 调阅太麻烦 你把陈忠叫回来 因为这个电文是陈忠写的 你问陈忠在立法院问他 而且是谁在谋私利嘛 好 国民党该去告就去告 告了没有 告了 告了 苏嘉全去告 也是刚好 为什么 到现在为止 都已经过了24小时了 外交部电文还是不肯拿出来 我又没有办法拿着刀子 去架着外交部把电文交出来 那没关系啊 我很热见苏嘉全告我啊 告我就申请法院传唤证人啊 如果苏政卿觉得有委屈 苏嘉全觉得有委屈 跟外交部把电文要出来啦 真的 骂那些有什么用呢 三宝 你骂哪三宝啊 是电文上有三宝在里面吗 2016年以及2019年 出访印尼的记录 毫无隐瞒 2016年是为了这个大选后的 卸票行程 2019年则是2020大选 成立后援会的行程 两次行程都是由印尼后援会 庄披隆总会长所安排 根本没有所谓 国营事业单位人员陪同 面对国民党三位党务主管 恶意的抹黑 吕劝不听 苏秘书长只能透过司法 让事实呈现 让该负责任的人负起责任 好 国民党去告罪好了 赶快把那个电文搞清楚 甚至相关人等来报告清楚 为什么当初会写 跳过外交部 透过一些中间人操控 谋举个人私利 叫发电文的人 把这件事情给讲清楚 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 到底苏嘉全和苏正清 有没有谋个人私利 但我说实在 苏正清的争议也很大 对 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市公司有一家陈美财 那陈美财因为有这个 所谓的一个董事的 一个争执的过程里面 结果发现到叶美利 也就是陈美财的副董事长 他挂副董事长 竟然利用他的职权 做未上市股票的假买卖里面 他掏空了陈美财 那是叶美利掏空陈美财 所以在今年的4月18号 今年4月18号检票就去搜索 搜索又发现事情大条 因为有两个很大咖的人物出现 一个是苏嘉全 那跟苏嘉全没关系 是他的侄子叫做苏正清 竟然在整个买卖过程里面 有资金流去拉到的 那这个资金流我们现在再讲清楚一下 叶美利他是陈美财的副董事长 他也是陈美财底下两家子公司 一家叫做茂峰 一家叫做茂宇的董事长 所以他是子公司的董事长 那现在陈美财在去年的 去年的年初 他是用七块钱买了六千万张 这一家公司是卫上市公司 他的名字叫做俊宏光电 七块买六千万张四千两百万 在十月初的时候 十月四号用六千万的价格 本来是四千两百万 就变成六千张用十块钱 用十块钱卖给谁 卖给赖利团小姐 那这个赖利团小姐是谁呢 他是苏正清的助理人头 他们是里面讲 等于是卖给苏正清的人头 对 她的人头 然后二十六天之后 二十六天 也就在十月底 十月四号 二十六天十月底 竟然是用多少 用十五块的价格 九千万 卖给陈美财的两家子公司 所以陈美财 卖出去之后 又自己再买回来 结果卖出去是四千两百万 买回来变九千万 没有 那一家原来的一个俊宏光店 应该跟陈美财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叶美利先去 个人去买 买了又转给赖利团 赖利团再卖给这个 再卖回来给陈美财的子公司 叶美利他当董事长 那这个一来一去 他就从这个中间 几乎就是被 从陈美财的一个两个子公司里面 掏空掉了 苏正清在这个案子 透过人头赚多少钱呢 我们看如果从他买进六千万 然后二十六天赚了三千万 他马上卖九千万 卖回给陈美财的子公司 好 当然陈美案 不等于同于今天这个案子 这是两个不同的案子 但也因为过去 苏正清的争议很大 所以国民党在今天质疑 苏正清你是不是要贪钱 是不是贪人力仲介钱 还是要贪其他国营失业钱 这个苏正清又因为 这个陈美财的这个案子 当时就是 这次选与留意是 本来是说要把它放到 那个不分区的名单里面 但因为媒体就直接讲说 你就是被控说 跟这个案子有关 后来一度就把它拿掉 那这个拿掉之后来 就扯到了这个苏家全 因为苏家全他没有红红柱 突然说他也要算 苏家全还说 我也拉不住我老婆 他要怎么做我管不住他 我也没办法 到最后民进党用协调的方式 不就跟那个庄瑞雄患 两个玩过一 让这个苏正清其实还是 现在还是作为立委 所以大家就回来看 就是说这个案子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我赞成年华哥讲的 陈忠就在庄的 他现在又是主命名在庄 对 叫他回来 如果他跟他生 他就要告诉他 而且你知道那个公文 其实差别是什么你知道 你刚刚那个电报 他发的那个电报 那个其实不是他发回来的原文 我说不是原文 因为电报格式不是这样 我们一般电报发回来之后 他抄搜完 他搜到电报之后 我们国内的外交部人员 把它撰写成为 现在你看到的格式 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日期的差别 为什么你知道 你现在在电报上看到是民国 但是在外馆所发回来的电报 通通都是用西元 所以陈忠那个时候 他到底是哪一年 民国哪一年你发 你叫他人问就好了 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所以是不是一边用西元 一边用民国 抄了抄去抄 这很好问 我说这个人现在还在做印尼代表 但是今天媒体有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回到新闻来看 很多人说苏嘉全这件事 这么多 所以是不是有人想借刀解决 隔壁备位人选苏嘉全呢 开始有些阴谋论 我跟你讲 苏嘉全其实在民进党内 他没有什么明显的派系 很多人叫他 你知道他一战成名是什么 你知道 大家叫他黑鱼 就是黑鱼 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派系的状况 他那时候做屏东县长的时候 搞那个黑鱼劲 把它给弄起来 后来街内政部 但是街内政部的时候 其实出了一些争议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他可能仕途上面可能没这么顺水 你知道吗 结果在什么时候翻身2012年 2012年那时候 晓英要选总统的第一届的时候 他的军议是之前的农舍争议吗 那是后来 那就2012当副手之后 那是2012那时候的事情 可是最早的时候 其实根本没有人想到苏嘉全会出现 为什么 你知道像这种副手的人选 当初是各派系都要贏掉 你如果大家都没有同意的时候 晓英那一年的副手 其实是很难缠 他一直到9月的时候 9月中吧 我印象中 我去民进党中央的时候开记者会 宣布说副手人选要出来 大家像我记者都拚过你知道吗 结果党内没有一个大佬在 旁边站在都是市议院 你徐家庆又市议院 市议院 大家叫一叫就站在旁边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苏嘉全在那时候被认为 是比较无害的人选 但他没有表达 要坐 仅仅2010年去选台中市 也是大家叫他去 他就去 你知道吗 反正他是派系口部平衡下的 一个最好的角色 问题是 我跟你讲他厉害 他这个农舍是愿意帮小英航下来 帮民进党扛之后一路顺遂 所以你看农舍那个争议的时候 其实讲真的很多民进党立委 没有特别说帮苏嘉全辯護什么 因为那是个人争议的问题 但是小英一直挺到后来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回来 为什么讲说有人想要借刀解决 因为苏嘉全 其实他当立法院院长的任内 其实你要包含到我们刚刚提到说 他去帮这个苏正清去瞧这个 去为了这些事情去 我不要讲到那样瞧 就讲说他是不是也有涉入到其中 你现在做到总统府的秘书长 说真的你也是全高位重你知道吗 有没有人刻意挑这个东西起来 去弄它 我跟你说这跟民进党内部有问题了 所以这专案子到底是宫廷内斗 还是贪污彼案呢 紧接着我们来看中国 中国最近也在打老虎 而且打了这只老虎非常大 中国明天系 由9家公司造的接管 相关企业的股价在今天全面崩跌 最高跌幅跌到10% 那明天系是谁的呢 是孝建华的 而孝建华又是谁呢 是江泽民的大掌柜 孝建华在三年前被消失到现在 生死未卜 当然这个接管的一个动作 引起整个明天集团底下的一些 上市公司的大震荡 包括他的股息水 股息水这个公司呢 他光是昨天7月20号就跌了10个百分点 另外再跌9.97% 对对对那还有一家包头的一个明天科技 这家公司呢 在盘中最高的时候跌了4个百分点 那另外我们看到 那是在昨天今天呢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已经跌了5.07% 对那中天金融这家公司 在昨天也跌了3.86个百分点 今天再跌2.51% 跌跌不休 整个9家被接管的公司 只要有挂牌的通通打跌 对那当然这里面比较重要的 比如像股息水来讲他持有天安保险51% 他是天安保险人寿里面 他是最大的一个股东 另外中天金融集团呢 他也曾经要买华夏人寿 25%的一个股权 那包头的明天科技 这一家非常重要 因为他就是肖建华当初的一个 创始的一个公司 也就是他第一家他的创始人 好 我们来看这9家公司包括 天安财险 天安人寿 华夏人寿 义安财险 新时代信托 新华信托 新时代证券 国胜证券以及国胜期货 据说这9家公司的资产不得了的大 对 那这几家加起来就是 12兆的一个人民币 也就台湾的一个金额是51.5兆 我们刚刚有讲过 我们台湾一年的GDP是19.5兆 也就2.5年的台湾的GDP 你说大不大 当然对台湾的一个金融公司 也有踩到了地雷 也就是互邦金控 对 互邦金控 当然因为它持有厦门银行 厦门银行其实就是明天系列的 一个集团它间接持有的一个银行 另外互邦金控 也有去买荷尔滨银行 荷尔滨银行它是明天持股 7.03的一个它的持股 目前来讲荷尔滨银行 已经亏了一半 这家公司其实也是岌岌可为的 另外一家公司据说采到雷的是 日圣金 对 日圣金不是采到雷 是它已经在雷区里面了 在雷区里面 日圣金我想在今年的农历年之后 曾经一直在外面求售 那我们来看日圣金的 它的一个大股东 第一个是日本的新生银行 它持有35.48% 那另外还有香港的建群银行 24.09%加起来60% 那24.09%的建群银行的负责人 就是肖建华 所以这个中间一拉的话 大家说那你要卖的话 那有肖建华的亲笔的授权书吗 他说有 所以拿出肖建华的亲笔的授权书 当然这个就让大家觉得非常不意外 你今天看到这个消息 再回顾到今年农历年后 这个日圣金想要卖 想要出托 那这个就比较没有意外 当然现在国内的很多的金控公司 都对日圣金控有意思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南山人寿 那为什么呢 因为南山人寿的代理董事长陈棠 他曾经是日圣金控的 第一任的一个董事长 南山人寿如果把日圣金 这个买起来的话 对他来讲 他现在最缺的就是通路这一块 好 但为什么这一次要一次 九家机构全面接管 有人说不是三年级就把他抓起来 这样就够了吗 难道是要斩草除根吗 当然 因为斩草不除根 春风翠又生 那最主要很多说 你这个包头银行 他里面有贪腐事件 那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包头银行把很多的贷款 他的贷出去的钱 都没有再入公司的账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贪腐的一个事件 那对金融机构来讲 光是这个事件就可以接管你 第二个最主要就是 你刚刚讲到的 要斩草除根 讲到肖建华来讲 大家就知道 他在2017年的时候 他在香港被掳回中国大陆 那肖建华他是什么人 他参与了2015年6月的金融政变 2015年6月 他们发动了金融政变 让整个港股 以及中国的A股大跌 光是那一次的政变 增花了5兆美金 光是5兆美金 我记得那一次中国政府 还暴力救市 对 后来用暴力救市 因为本来 中南海那边是说 要慢慢的去救 后来没有办法 李克强说一定要暴力救市 直接就插进去 而且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的银监会保监会 那一些主管通通落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整个金融稳定以后 开始就知道了 原来 要修理他了 对 原来最主要的一个罪魁祸首 就是肖建华 那肖建华那时候他在香港 他手上有900亿的一个港币 的一个调动能力 所以他发动这个金融政变 当然这个里面也牵涉到一个什么人 国家副主席曾庆宏 曾庆宏的儿子叫曾伟 他在那个事件里面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另外也有这个当时主席江泽民的一个 他的利益集团 以及政协主席贾庆林他们家族 包括刘云山 张德江 李兰青等等 这些家族他们的洗钱的管道 都透过这个白手套肖建华 所以你这一次 所以也就是说肖建华 事实上是杰肉葬瓜 背后有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在 当然了 所以也就是所谓的过去江湖 江湖集团那些 他们的白手套 他的一些滋滋脚脚 把它斩断以后 那整个江湖集团就变成 没有影响力了 当然肖建华你不要看 他非常厉害 他是高考状元 15岁直接跳级北京大学 那他的花季呢 其实他家里 他的成长的一个环境 非常的卑微 也是邱人家的小孩 那他非常天才 但是他在北京在1989年 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会长 那他出面安抚那些学生 就没有把那个事件扩大 所以他北京大学 他毕业以后 他成立第一个 就所谓的明天投资集团 他的钱来自于北京大学 他的母校给他的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从那边建立起 他的跟太子党的一些关系 因为北京大学 就是太子党在念的 所以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每一个人都有价 他讲的是太子党 在中国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 但是他真的没摆平 因为在三年前 在四季酒店就硬生生的被掳走了 他把四季饭店十几间环境 整个用人头的名义把它包起来 他从来不吃饭 不出这个饭店的 而且他在饭店里面 他要吃住都在里面 他只要稍微跨出饭店 都有六名的一个保安人员保安的 但是很不幸的在2017年的元月27号 那一天突然有四个黑衣人 就把他掳走了 就把他绑在那个轮椅上 直接就送回大陆 这也是中国大陆在隔海执法 这个跨境执法里面 第二个案例